第三百六十九集 林嘉义迟疑了一下 可是 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干的呀 静红尘有些粗暴的打断了他的话 老夫开除一名学员 还需要什么证明吗 按我的话去做 是 林嘉义心中凛然 能够坐上教导处主任这个位置 他也有一颗蹊跷玲珑心 从静红尘的话语中 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些什么 唐主 似乎心中已经对目前帝国形势有了决断了 霍玉浩的伤口很快得到了处理 当静红尘来到他身边的时候 也不得不承认 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看来还真不完全是装出来的 他又哪里知道 霍玉浩是自己阵列了背后那些已经愈合了的伤口 那血蝎将他撕碎的重创看上去当然惨烈了 只不过他巧妙地控制魂力 只是阵列表皮 里面的肌肉实际上还是愈合的 除了流点血之外 并没有什么重创 几名学院的医疗系魂师 一边帮他缝合伤口 一边施展治疗系魂迹帮他恢复 一会儿的功夫 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情况怎么样 静红尘向为首的一名医生问道 没什么大问题了 就是失血有点多 只是我无法判断出 这种伤势是怎么造成的 伤口十分复杂 不只是一种武器或者刑具能够完成 我们给他补充了一些刺激身体 制造血液的药 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很健壮 估计十天半月的 也就能够恢复了 静红尘点了点头 脑海中不禁回想起繁语 临走前说的话 要是自己的宝贝孙子孙女 被弄成这样 自己会怎么样 弄醒他 我有话跟他说 静红尘沉声说道 是 医生取出一个小瓶 放在霍玉浩鼻子处 霍玉浩本来一直都处于清醒状态 伴随着呼吸 一股辛辣清凉的味道冲入鼻子 大脑一清 轻微地打了个喷嚏 他缓缓睁开了双眼 玉浩 我是静红尘 静红尘来到床边 早已有人为他搬了椅子 此时他一脸和蔼地看着霍玉浩 唐柱 您好 霍玉浩的声音有些沙哑 也有些微弱 那感觉还真有几分 要多了气势的 静红尘在心中略微酝酿了一下 今天的情况 我很遗憾 是学院 没有尽到保护你的责任 将你抓走 并且用刑的那些人 已经受到了惩罚 以后学院 也会加强管理 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希望你能原谅 老夫 代表日月皇家昏导师学院 向你之前 好一个静红尘 难怪老师说 这是一个脾气虽然暴躁 但却能屈能伸的小熊之辈 霍玉豪轻轻轻地摇了摇头 要不是堂主 您伤害的我 这件事 也不用您道歉 而且 抓住我的人之中 带头的那个 是后来在外面的 并不是死掉的五个人 是他吩咐 那五个人对付我的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一年 在日月帝国的底位 竟然还有人 感到日月皇家昏导师学院来抓人 咳咳咳咳咳 我的伤不算什么 是未灭魂师 那又不胜伤的 只是 我来咱们日月皇家昏导师学院 是希望能够学习些东西的 咱进入学院 也有一段时间了 除了一些理论基础之外 我根本什么都没学过 这次 再一耽误 时间 却会过去的更多了 静红尘心中暗恨 这小东西年纪不大 心眼可是不少 这是用话挤对我呢 不过 为了自己的孙子 孙女 在史勒克雪那边 不会被报复 他也不得不忍待下来 略作思考后 静红尘沉声道 皇室纠察队的那个队长 徐默尘 乃是宗室亲王之子 我也无权处理他 但我一定会让他亲自来向你道歉 这次失误 学院也有一定的责任 从现在开始 你在学院内学习浑导器 制作社所使用的一切材料 你都可以带走 当然 不包括任何核心法阵图纸 你也不用接受考核了 等你的伤好了 就让宣子文 带你在明德堂学习吧 起码 增长增长建文 穆朗虽然去了 但他一直都是我最尊重的前辈 以后在学院中 如果再有人敢向你挑衅 你就直接来找我 过于后演进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一脸感激的道 谢谢堂主成全 弟子 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在学院中好好学习 静红尘看着他那恳切的眼神 心里就像是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勉强脊椎丝笑容 站起身 好了 那你好好养伤吧 我会让他们 给你用最好的药物治疗 是 霍宇浩恭敬地点了点头 这伤 总算是没白手 伤口处理完毕 霍宇浩被送到了医务室的病房中休养 由于静红尘的重视 他得到了最好的待遇 就连伙食都好了许多 虽然不像在史迦克学院时吃得那么好 但也都是吃一些相当滋补的食材了 失血虽然没有上次多 但为了逼真 霍宇浩的消耗也是不小 背后的此痛已经在药物的治疗下好了许多 但他还是有些昏昏雨睡起来 正在这时 病房的门翘翘开了 一个人钻了进来 霍宇浩的警觉性很高 精神探测立刻就释放了出去 不过他马上就重新放松下来 来的正是柯柯 雨昂 雨昂 柯柯来到床边 轻声呼唤着 霍雨昂此时很疲倦 而且他也不愿意欺骗柯柯 索性就在那里继续装睡 柯柯一脸怒意的自言自语道 皇室纠察队这些王八蛋也太狠了 包了这么多纱布 要受多么严重的伤啊 他本来伤就没好呢 老娘真想炸了皇室纠察队去 把他们一个个都切了 让他们当太监 霍雨昂听得有点想笑 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柯柯这姑娘性格直算 没有太多的心眼 更是天生神力 真的是个好姑娘 柯柯低下头 凑到霍雨昂面前看着他 带着点甜香味道的呼吸 吹在霍雨昂脸上 令他有些要绷不住了的感觉 柯柯抬手摸了摸霍雨昂的头 叹息一声 唉 真是太小了点 不然老娘就跟你混了 一边说着 他还在霍雨昂脸上捏着你 霍雨昂心中 这叫一个抽抽啊 什么叫跟我混了 柯柯就呆了一会儿 见霍雨昂没有行转的迹象 这才悄悄地走了 霍雨昂也随之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这位姑娘 继续待下去 原本沉沉的睡衣 都被他几句话 炸得清醒了许多 正在这时 病房的门又开了 怎么又回来了 霍雨昂心中有些无奈 但是很快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 因为他听到了哽咽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 却绝不是苛刻的 一道身影 轻轻地来到他身边 抬手俯上了他的头发 霍雨昂心中 很是无奈地想到 为什么他们 都喜欢摸我的头呢 男人的头 那是能乱摸的吗 霍雨昂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如果不是我当初 带着他们对付你 你也不会和王少杰 产生矛盾 你的伤才好 就再次受到了重创 是我害了你 温热的泪水 滴落在霍雨昂的面庞上 但很快 又被一只 柔嫩滑腻的小手抹去 霍雨昂的心 似乎也随之颤动了一下 病房的床不大 要霍雨昂一个人躺在那里 就没什么剩余了 但橘子却依旧小心地 侧窝在边缘处 挨着他躺了下来 将自己的头 贴在他的肩膀处 轻轻地愁气着 这样一来 霍雨昂就不更不敢动了 在他心中 橘子一直是个谜 十分神秘 直到今天 当他看到橘子 和那个被称为太子殿下的残疾人 一起出现时 他心中才有了几分恍然 身是悲惨的他 原来已经有了依靠 难怪他感受未来 会在战场上出现 对橘子 霍雨昂的心情 是十分复杂的 有提防 有同情 也有着一丝淡淡的喜欢 尤其是在橘子当初照顾他的那段时间 他必须要承认 在他心中 橘子的身影 和马小桃重叠了 只不过马小桃是一个脾气火爆性格直爽的大姐姐 而橘子却是一个温婉甜静的小姐姐 随着彼此的相处 他也渐渐发现 在自己面前 橘子越来越不掩饰他的本性了 霍雨昂也看得出 这个姑娘虽然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本性的善良却依旧存在 只是被掩埋得很深很深 雨昂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次吃你做的烤肉时 我就被那份味道吸引了 你所做的美食 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爸爸的味道 我以前曾经说过 如果让我真心诚意地嫁给一个人 那么 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像爸爸那样优秀的厨师 虽然你比我小了很多 但我不得不承认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但是 这份喜欢 却只能深深地埋藏在我心底深处 我们毕竟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年龄 经历 还是其他的一切 我们都注定不可能在一起 我看得出 你在史莱夫学院 一定是天之骄子一般的存在 以四环的实力 就能和魂帝级强者抗衡 甚至能力修为数万年的魂兽无法抵抗 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魂师 不久的将来 更是一定会成为危陈大陆的存在 但是 你知道吗 你也有缺点 冷眼旁观 或许我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的缺点 就是分忙碧漏 哪怕你已经在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分忙了 但作为一个天才 你身上的锋芒 又岂是能够遮掩住的 任意是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这是我想送给你的话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 那么 未来的你 前途会更加光明 希望 这是我最后一次哭泣吧 很快 我就要离开日月皇家 混到石学院了 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再见之遇 我希望没有那一天 因为 我也已经不想在战场上碰面了 我只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 开开心心的活着 找一个喜欢你 你也喜欢他的女人结婚 是像漂亮而可爱的孩子 平平淡淡的过一生 但是我知道 在你身上 这种平淡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可我却依旧这样奢望着 我是多么想要成为那个女主角 但是 我不能 我要走了 这次 这次截然一身 为了我们这段短暂的缘分 我依旧要送你一份礼物 这可是我的初吻哦 本想闻你的唇 但未经你的同意 还是清了你的脸颊 就把你的初吻 留给你命中的那个真命天女吧 我走了 别让我再看到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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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